万里的北极社区周一到周五都举办长者共餐 连续七年来都坚持着每一餐35元不能涨价 不过物价飞涨也让社区的共餐难以支撑下去 为此区公所也尽力煤荷物资以及加菜金 希望作为社区最坚强的后盾 让长辈共餐不断催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万里区北极社区举办长者共餐 连续七年来都坚持一餐35元不涨价 不过物价飞涨 社区想要坚持餐餐35元 却也难以抵抗物价上涨的压力 为了要让万里唯一一周五天 都有共餐的社区继续坚持下去 区公所也尽其所能为北极社区煤荷物资 今天区长再度带着六大箱的食材 要来为社区的长辈们加菜 因为我们有目击到我们民间的资源 激昂工它从前启用 刚好它有些物资我们就给我们北极 里面的东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以我们一盒有四盒一丝小盒 那这次呢我们就是有六大盒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来给北极 另外也给北极做一些加菜精 鼓励他们那么用心在办共餐 在这边用餐的话 我们是差不多70个左右 对我们连送出去的80个 然后是不是都已经坚持多久 35块不长家了 对已经七年多了 对对对对因为都有还有慈善机构 会坚持坚振物资 也希望老人家可以吃得开心 对对对大家都蛮喜欢的 所以人越来越多我们也蛮担心的 北极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每天都有将近70位的长辈来到社区共餐 还有十位长辈不便出门 需要送餐服务 连续坚持了七年 每每担心要缺粮断炊食 去公所总会煤和物资 或是加菜精来协助 作为社区共餐最坚强的后盾 一餐只有35块 这个是真的很辛苦的 这个微博的这样一点的一个小的帮忙 我想是给他们一个甘心 大家互相整合资源 因为我觉得小爱 年纪起来就变成大爱 那在睡末的十一夜了 十二夜更寒冬 希望有更多的资源 来关心我们北极社区这些老人家 让这共产能够永续经营 北极社区距离市区较远要下山买餐 十号时又不变 因此每周一到五的共餐 为长辈解决相当大的烦恼 今天区长也带来加菜精 要给社区共餐使用 借此也期待能够抛砖引玉 唤起大众对于长辈的关怀 让周一到周五都有长辈共餐的北极社区 能够继续为老人家准备饭菜 送餐食 让北极的长辈都可以受到最好的照顾 记者拉平函万里采访报道